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末日清洗 2008年,一场规模超大的病毒袭击了英国 为了对抗这场致命的病毒 政府把被感染的人们隔离了起来 从此,隔离区成了病毒肆虐的人间领域 没有人可以出来,也没有人可以进去 若干年后,病毒卷土重来 政府官员们猜测,在隔离区内的凯恩博士可能研究出了解药 为了拯救这个国家,警长派出自己最得力的女少校 辛克莱和其他队员组成了一支小分队 他们的任务是进入隔离区寻找解药 队伍缓缓进入了隔离区,街上空无一人,房屋破烂不堪 队员钱德勒发现了一个幸存的女孩 他看上去快要死了 钱德勒不顾队员们的阻拦,把女孩带上了他们的装甲车 这时,在一个废弃实验室里的辛克莱等人遭到不明人士的攻击 一番激烈的追赶逃跑后,队员们都死得差不多了 辛克莱也被抓了起来 抓他的是一伙造型怪异的人们 为首的白毛索尔逼问辛克莱的来历 索尔要辛克莱带着他们离开格离区 但辛克莱并不答应 索尔对自己的手下们说,这个城市属于他们 不管政府派什么人来说,都只有死路一条 机智的辛克莱趁着这群人在聚会的时候从牢房里逃了出来 还在牢房里遇见了凯恩博士的女儿凯莉 辛克莱带着他一起逃了出去 索尔马上就发现辛克莱逃跑了 他派出自己的大批部下来追 幸好辛克莱成功逃脱 便和幸存的两个队员会合了 一群人把山受水闯进了凯恩的地盘 被凯恩的行刑者带到他的面前 凯恩告诉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解药 只有适者生存 能活下来的人都是病毒抗体 残忍的凯恩用烙铁烫伤了凯莉 然后让辛克莱和他的手下搏斗 辛克莱答应了凯恩的手下 愤怒的凯恩下令决定处死辛克莱 住室的同伴们都从牢房里逃了出来 他们一起救下了辛克莱 然后带上凯莉逃跑了 在路上他们又遇上了追来的索尔等人 两帮人扭打在一起 终于辛克莱等人甩掉了索尔 等来支援的直升机也到了 长官冷漠地要辛克莱交出解药 并表示等到感染者们都死光了 政府就会采取行动了 其实凯莉就是辛克莱口中的药 因为凯恩说过 每一个幸存者本身就是抗体 辛克莱把凯莉交给了长官 然后返回了已故母亲的家中 在当年的那场灾难当中 母亲拼命把年幼的辛克莱送出格力区 自己却永远留在了这里 辛克莱给了上司一个芯片 里面记录着长官来接应时 那番冷血的说辞 这下所有人们都知道了 政府的嘴脸是如何虚伪且冷漠的 辛克莱回到索尔的地盘 把索尔的脑袋丢在地上 他接替了索尔的位置 成了这里下一个统治者 把格力区彻底变成地狱的 不是可怕的病毒 而是选择放弃百姓的无良政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